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1月3日晚间 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已经结束了较亮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由天津女排对阵福建女排的比赛 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国手林盈表现非常突出 带领天津女排以大比分3比0横扫对手成功进行决赛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启信他精彩的画面 直到第一次,本次的半决赛采用三场两胜制 在双方首回合中,天津女排以大比分3比0横扫福建女排 本场比赛开始后,天津女排很快利用自己的配合 打了福建女排一个9比5的开局 直接打停了福建女排 暂停回来后,福建女排也迅速做出调整 直见福建女排开始发力,一度将双方的比分追成18比18 关键时刻,李盈盈挺胜而出 直见李盈盈飞升打出了神经球 这一球让福建女排三名球员倒地都未能将球救起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当天津女排以23比20暂时领先福建女排3分的时候 直见李盈盈发出了神经球直接得分 帮助天津女排拿到了首局的局点 第一局天津女排也25比21先下一层 比赛进入第二局的较量 结果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焦灼的 双方的比分咬得特别近 双方一度战成8比9 不过天津女排突然发力 将双方的比分很快就拉大了 当天津女排也24比19拿到第二局的局点的时候 直见李盈盈低脚飞升扣球得手 帮助天津女排拿下了本局 天津女排也25比19再下一层 比赛进入关键的第三局较量 结果刚开始李盈盈就爆发了 直见李盈盈低脚连续得风 拉向了球队的进攻号角 天津女排很快打了福建女排一个9比1的开局 这确实也让福建女排有点守住无措 接下来虽然福建女排也很顽强 但是毕竟两队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当天津女排以21比11暂时领先福建女排的时候 直见李盈盈高高越起 一记四大历程的扣球再次得手 天津女排以25比12直接拿下了比赛 最终天津女排以大比方3比0横扫对手成功进行决赛 天津女排目前好取20连胜 全场数据画面 林盈30扣19中 还有四个篮网 一个发球砍下全场最高的24分 林盈还揭露全队最多的一传 一传到尾率达到了71% 决赛天津女排将迎战上海女排 决赛将于北京时间1月7日达下 也期待两队在决赛中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家底育赛斯 有我大嫂的想法 我们下期展会